字幕志愿者 杨茭 这怎么打不开呀 爸 爸 慢点 爸 哎 不好意思 我这太快快了 来 来 喝口水来 不好意思 来 来 跟你没关系 我做硬本来的 你干嘛做硬本啊 我省点钱吗 我们给你这钱就得了 这些日子 这娘俩没难为你吧 没有 你妈这个人哪 就是 退休以后心情不太好 再加上更年期 有的时候啊 这个脾气挺怪的 你呢就多单单点 别怪她 怎么做小辈的都理解 不过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些话 你可千万不能跟你妈讲了 要不我一下子就回到救援会了 我保密 保密 行 那咱走吧 那不再缓一会呗 我看你这 快 行 你 你 你怎么来了 不欢迎啊 不是 你 老苗 大姐 你怎么来了 你 你说你说一声 我好让你姐夫去接你呀 接啥 我又不是不认识 进来 都要都站着干啥呀 都到家了 快进来 我行李也带来了 把门关上了 怎么回事啊 这些 好 把箱子画上 这 这 这 对对对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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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要不然这样你们先聊着 我去买点菜啊 买什么菜啊 你看看也不是外人 没事 没事没事 快坐吧 坐给你们了 好 哎 哎 哎 大苗啊 哎 你这怎么长得又黑又瘦呢 是不是又在山里边待了好长时间 对啊 我在山上待了些日子 你看 我待的啥 我待的 看看 把山上踩的 你看 还没太晾干呢 这是一个老中医带我去采摊 说这模糊对女人身体可谱了 我给清清带来的 都补了这么长时间了 你找个地方晾晾吧 来 来 你等会儿 等会儿 你看 你看 你这对家什么吗 我跟你说啊 来来来来 我给你讲讲 来 过来 你看 看见没有啊 我们苗家呀 管它叫小背楼 背孩子用的 我跟你说啊 你别看这个东西小 可实用了 比城里人那个什么 这个这个一千多块钱的 那个小推车啊 管用 来来来来 来 我给你示范一下啊 这个一岁的孩子 一直可以背到三岁 你看看 来 再后边打一 再打一下 来 再打回来 看见没有 后边交叉 然后这么一记 你看见没有 这样吧 孩子也舒服 这个大人也不累 往这儿一记 这两个手 孩子不耽误干活 你看看 你看见没有 采蘑菇的小姑娘 背着一个大罗框 这孩子还调不下去 老苗啊 老苗 有个事我想跟你说一下 说吧 清清 回来了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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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爸给你带的礼物 爸从老家带来的 这得爸亲手做的 喜欢吗 这奖来 这怎么回事啊 刚才一直想跟你说 孩子没了 怎么好好的就没了 没了 怎么好好的就没了 对不起 爸 我没照顾好清清 对不起 我没了 黄总 专员部门经理和我 都分别找他谈了话 他的态度好像很坚决 我们职业方面的意思是 行了 你们别管了 我的意思是 这件事情 从现在开始我接手 你们就不用再插手了 你 是 怎么着 还有什么意义吗 好 我 我跟你说 清清 你现在呀 是需要这个营养的时候 多喝点汤 可有营养的这个 对身体好 谢谢 爸 谢什么谢 跟你老爸还客气是吗 来 芝香 拿回来 你也喝点 来 来 来 拿回来 听话 你工作那么辛苦 你也得需要补 把身体养好了 快 试试吧 多喝点 大姐 还 你说还让你忙 你说 来来来 你 大姐 吃 我先给大姐吃了 老苗 这些肉菜不都你爱吃的 怎么不吃都凉了 爱吃爱吃 就是 是 我这胃吧 就一闻到这个油性太大的吧 就有点不舒服 不吃油好 健康 是 是 饭怎么了 没事 可能是没休息好 来的路上啊 我坐在车里头吧 就有点不舒服 他在车上唱起来吐了 你知道吗 吃饭了咱不说这个了啊 是 可能是我车开太快了 爸刚才有点晕车 你让你爸一个人上北京 你怎么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呢 这万一 要出现什么问题呢 考虑问题特别不周到 什么不周到啊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他就是不给我打电话 我也得来啊 你下个礼拜天 不是参加他们俩的婚礼吗 怎么啦 怎么了 怎么了你们这事 这不都说好了吗 是 是说好了 这不 这不清清出了点状况吗 所以我们大家伙呢 现在都忙他的事呢 婚礼的事 就都没想了 是 以后再说吧 什么叫以后再说 太有意思了 都定好了 人家他爸爸把这个 结婚的东西 都筹备得差不多了 是不是 芝香 是 真够积极的 早干嘛去了 行了 行了 咱们那个先吃饭吧 那个 老苗啊 你也早早休息 你今天不是也累了吗 有什么事 咱明儿再说行吗 行了 咱们再商量 吃吧吃吧 要不然菜都凉了 来 吃吧 吃吧 来 吃 来 吃下来 好好好 吃 你也多吃点 来 我给你加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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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这事 亲亲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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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怎么回事啊 爸 没事吧 舒服 没事啊 确实这儿难受 眼不眼中啊 要不经验吧 我一问他有行为 我就难受 想拖又拖不出来 没事 这事儿好了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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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多了 话多了 别跟你妈说啊 要不再该着急了 嗯 行 爸 接回来了 接回来了 接玩了吗 嗯 那太好了 没把你撵住了 这就说明成功一半了 留你吃饭没 留了 那就更成了 来来来 这跟你爸估计的是 一模一样啊 你说我咋这么高瞻远瞩呢 他爸问我没 我问了吗 咋说呢 夸你很积极地在筹备婚礼 是吗 还夸我积极来着 是 我给他爸留下深刻印象 不是一般的好 对了 那 说到婚礼他家啥意思 咋的不同意啊 也没说不同意 也没说不同意 反正他爸说办 他妈说再商量 然后 然后咋的了 然后他爸就哇哇吐了 吐了 可能是路上晕车了吧 再之后 谁也没提这茬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不提这茬了 那是成了还是没成啊 我妈吃都成了成 不管那些了 我现在就准备礼物 明天我就上他家求婚去 他家不是没说不办吗 咱赶紧吃点打铁吧 我妈吃 爸 嗯 你怎么了 没事了 你又吐了 没有 你拿个画干嘛呀你 我 我以为你 进来坏什么呢 快过来坐下 你这怎么回事了 我以难受 你这样吧 明天早上 我带你去检查一下 行不行 检什么查呀 我就是有点晕车嘛 白天 现在就是有点恶心 没有什么毛病 去看啥呀 不行 你又来那个降劲了 有什么不行的 你说北京现在 看个病多难哪 半夜就得起来挂号去 你要是挂个专家诊的话 好几百块钱 到那儿去了 一毫买 一听 好 绿豆汤 山楂片 就我这病一个胃的问题 你 你花浪费那钱 干什么 老天我也愿意啊 我买个平安行不行 好好好 你买个平安 爸明天去 但是爸有个条件 爸有个条件 你答应爸呗 行 你说吧 就是吧 你别老对人家吃香那种态度 好不好 你看看今天吃饭的时候 你跟你妈俩 这是干啥呀 一唱一鹤的 一唱一鹤的 妈在那儿挤着人家 爸 我吃饭的时候 一句话都没说 我怎么就跟我妈一唱一鹤的了 怎么不一唱一鹤呀 你没说话比说话还厉害 我坐在这儿 我脸都骚得哼 你知道吗 爸你到底是哪头了呀 正义 正义是什么 正义是我的孩子没了 你孩子没了 我知道你很难过 你很痛苦 吃香就不难过吗 谁的孩子 那是他的孩子啊 你给我考虑你的感受 你为什么不考一考 一个男人的感受呢 你作为妻子 你应该去安慰他 是不是 你不能把一切愤怒 都死往他身上 爸 你根本就不了解 我不想跟你装这些 你知不知道他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 他什么样的人啊 他就会在你面前装可怜 你不说这些 不说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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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天早上起来 跟我去医院了 好吧 那你必须要改 辞职信我收到了 都收好了 你不说这些了 告诉我句实话 为什么 我想 换个工作环境 换种心情 换种状态 有下家吗 有两家正在接触的 在谈 你不是个撒谎的人 你自己很清楚 没有 没有哪家公司 现在能给到你 这么好的机会 这么好的福利 你辞职真正的原因 是清清 你为了跟他证明 你是清白的 你要告诉他 他对你有多重要 这样做直吗 你不说 知道 清清真幸福 那天我约你在咖啡厅见 你没来 你很清楚 我喜欢你对吗 没错 我喜欢你 欣赏你 有时候 我甚至都感激你 因为我看着你的时候 总像看到我自己 遇到困难 只能一个人自己扛着 这让我觉得 傻子不止我一个 我也并不是很孤单 这种感觉 挺好的 对 你说的很多话 也是我想说的 跟你接触 我感激你 因为同样是在我最难 最过不去的时候 你给了我最多的理解 最多的体验 同时我也欣赏你 因为你是我见过的 最最完美的女人 我不否认 我不否认 我喜欢你 因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轻松 幸福 踏实 你不认为我 但我只能想到这儿 只能想到这儿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懂 因为清晴 对 因为清晴 清晴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跟她 就像是一台电脑里的双系统 我是迈克 她是Windows系统 在这共享磁盘里边 有太多的空间 有太多的记忆 太多的信息 我们没法分隔开 我跟她的日子 就是我跟她的日子 再苦 再累 没法分隔 她是我的一条胳膊 一条腿 离了她我没法行动 离了她 我这台电脑 也永远没法启动 谢谢 谢谢你 迟强 谢谢你能跟我说实话 让我知道 我的明天该怎么办 让我彻底死心 谢谢你 也真的祝福你和清晴 幸福 永远 你一定要幸福 你一定要幸福 你值得永远幸福 你也是 一定要幸福 拜拜 老板 老板 我 你也想不得了 你 你怎么办 我 你怎么办 我 我 就 你怎么办 我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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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当然了 我们最后呢 还需要等欺骗结果出来之后 才能判定是良性还是恶性 有些情况呢 我们必须先通知你们家属 让你们好有一个心理准备 病者的病灶位置呢 比较靠下 接近于十二指长 直径是零点三公分 表面呢不平 综合这些特征来看 不好的结果 也是有可能的 对 大夫 你刚才的那个意思是 他未愿意 您先别着急 我们这个呢 只是一个初步的诊断 等结果出来之后呢 才能确定 嗯 清清 爸怎么样了 请问哪位是苗子真家属 病人现在已经从观察室转到了肿瘤病房 你们哪位去交一下住院押金 我去 妈 干什么呀你们我不在这住 不要回家我不在这儿 得检查检查医生说 查什么也查 你不就这老病胃溃痒吗 有什么好查的啊 不是那胃溃痒还分好多种不是吗 咱们检查清楚了好用药 你去听大夫的话啊 就住几天 检查清楚之后就让你好 几天 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呢 我多少事你说现在我 我得筹备婚礼 我还得给这个亲戚 慈祥 还得谈话呢找他 我不做我不做 明昊 那孩子又不可能长腿跑了 你就检查检查 这样让我放心 好不好 换衣服 为什么呀 为什么是我爸爸 清清 以前病老坏出现了 医生不说了吗 还需要进一步观察才能确诊 医生不也说可能性的小大吗 但这种事 这可能性多大算大 发生了就是百分之百 没发生就是零 你想啊 爸平时一直身体定好 他也不抽烟 生活的环境又没有什么污染 家族又没有遗传史 所以你说爸会有事吗 不会 一定不会 老弟啊 真有福气 儿子多孝顺 姑爷 那太难得了 现在呀就这么孝敬的孩子 上哪儿找我 要我看哪 比亲爱人都强 对对对对 大妹子 你可太有福气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走 美味定的粥 我定的 好定的 好谢谢啊 爸 您医生说了 我现在让你多吃牛屎 我就给你订了白粥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愿意喝白粥呢 先抱着 打抱她吃 那 医院交的伙食费 不是白交了吗 不浪费啊 医院的东西我吃 给爸的在外边单点点行 这样吧 那你跟清清歇回去 我陪爸就行 不 你们俩回去 我在这儿陪着 回去吧 清清 我看中午清清也没吃东西 我爸的身体盯不住 对 你跟清清回去歇一会儿 我跟这个陈翔再说点事 说完了我就放下走 那看了点这个 好好 我知道 想个叫护士啊 一会儿再喝点水 好好好 那我们走了 好 再见 妈 我听话 我知道 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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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说啥了 说胃里边 找出个东西 怀疑可能是中疗 哎呀 妈呀 那不就是得癌了吗 你别乱说 这不没确诊的吗 医院让继续住院观察 你这都住院了 你这可咋整啊 你本来请他爸来是是 奔着婚礼来的 你这一下给请医院去了 你说 你就先别提婚礼事呗 这不治病救人要紧吗 你说这个 对对对 治病救人要紧 我也没说啥呀 我也没说啥呀 哎 那我明天上医院看看他爸去行吗 行 去呗 你咋累这样呢 上医院照顾人能不累啊 你饿不饿 不吃了不吃 没胃口 亲戚来了 快快快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 快过来 快过来 快去打个水 走走走走 快坐进去 躺下躺下躺下 快躺下 你扎着针呢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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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就来呗 都是一家人 客气什么呀你 今生状态不错呀你啊 挺好 你挺好的吗 我还行 你说这玩意儿啊 你说我这把你给喊来了 这直接给喊医院来了 你说这啥玩意儿呢 我这心里边可不落人了 病在我身上 要怨呢 还得怨我自个儿 还有了你就是不打电话 让我上北京来我也得来呀 我还得参加这两个孩子的婚礼呢 这婚礼咱还没有举行呢 太病了 婚礼呢必须的 对对对对对对 给你拿点这个补品 我给你拿来这些东西是干啥呢 就让你赶紧吃喽 快点好起来 别耽误婚礼 对对对对对 正好 来 你再往里穿上来 行行行 这是 这是干啥呀 我这记了一下那个婚礼的流程 让咱老哥俩商量商量啊 你看啊 我打算安排十桌 十桌啊 茅台指定每桌两天 中华烟每桌一桌 你怎么回事跟你说道友变了 你还坐上去 秦秦你干嘛呢秦 怎么能这么跟你爸说话呢 爸 对不起啊爸 对不起对不起 我没看见是你 你看你被吵着我 我真没看见 你别喊人 就是就你爸爸这头型 你还看不出来吗 在后面去 你等我一下啊 一会儿我有话跟你说 不是 你听不跟你说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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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就你听我说啊 每桌中华烟一条 然后呢主持人 我请了一个相声演员 年龄比我还大 辈分贼老 这个人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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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相声呢 对对对 然后 还有啥 菜菜啊 菜 就是鸡鸭鱼肉 这是必须的 每桌按照三千八的标准 一桌 不是 庆家庆家庆家 不容易 你们家来多少客人呢 不是 你不是赚钱容不容易 不是 不是 你这俩孩子容易吗 不是 你你这来 咱不得给这俩孩子 这整出排场来啊 你来多少客人 我倒没几个人 我就带着羊羊就我俩 那我们家也没几个人 就他大姨家那几个人 你说你弄那么多干啥 我的意思 就一桌 一 你这也太多了 那边你中华盐多贵 红大山就行 你也浪费那钱干 你看 你这看酒 爸 你该休息吧 对 对 那行 那你你快快 快躺着啊 我我和清清说两句话去啊 来 走走走 清清 我给你说两句话 哎呀 不管有啥事啊 让二翔子去办 人要是不够 还有我呢 我们全上 你千万别着急啊 你在工作上啊 也别太累了 得歇歇就歇歇 对了 那个周六你还上班吗 怎么呀 不是 就是杨阳 这不是周六她要踢决赛吗 然后这老师校长也都来了 又发言又做动员的 反正就是伤伤下下 对这个事情很重视 这杨阳一听呢 这心里边就整得神神叨叨的 你这天天念叨 说小姨来不来看我踢球啊 小姨要不来了我就不踢了 你说这事咋办呢 可我这边 我爸离不开人 我 我也挺为难的 要不到时候再说吧 是 是 这这我理解 嗯 这我也看见了今天这样啊 看你方便啊 来 黄总 黄总 那天我看见一个包特适合你 哪天咱俩去看看 看看 喂 清清 我是依林 你还有完没完啊 我讨厌你 我不想见你 你知不知道啊 我见你并不是想要让你不讨厌我 我是想让你不要因为我 毁了自己的幸福 明天中午我们见个面好吗 还在我们常去的那个咖啡馆 拜拜 黄总 黄总 进来 好 送行政了 莫里 你之前好像请过年假是吗 是我 放不了没关系 我知道公司现在有点忙 放心吧 我签字了 你现在就去HR那儿备案 真的 真的 行 黄总 那我先走了 对了 我听说 你请年假 是想去欧洲玩玩是吗 那行 祝你旅行愉快 路上有个艳遇 遇到一个自己真心喜欢的人 把他带回来给你做男朋友 我也是这么想的 赶紧去吧 要下班了 那行 黄总 那我先走了 走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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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总 走啦 你干嘛呀 杨阳 还不换衣服 我不去了 这比赛要开始你不去了 那怎么行啊 小姨都不去看比赛 可能不喜欢杨阳了 杨阳 这个小姨呢 家里边有人生病了 她在医院去照顾他们 没法来 但我跟你保证 你下次去参加比赛 小姨一定过来看你 好不好 小姨 学校一点发车 你俩在这摸起啥呢 快走啊 别呢 小朋友都要爸妈妈去看比赛 我就没有 我不去了 杨阳 你看这样好不好啊 这个小叔答应你 今天只要你赢了这场比赛 进了球 我就带你去见 去见你妈妈 说话算数 算数肯定算数 好吧 走 梅西出发了 我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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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要走 我来看看 起码还把我当成朋友 你跟志向怎么样 你不应该比我更清楚吗 看来你真的把我当轻敌了 好 那我坦率地告诉你 我的确很喜欢志向 我仰慕他 甚至有时候我是心疼他 因为我觉得 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跟我一样只能一个人扛 看看吧 这是志向的辞职信 今天你很清楚 这份工作对他有多重要 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辞职 他要跟你证明他是清白的 他要告诉你 你对他有多重要 记得以前我们闲聊的时候说过 志向很优秀 会有很多女生喜欢他 怎么着 真有人喜欢他的时候 你就放手了 你打算拱手相让吗 不是 但我一直觉得 不管有多少女孩喜欢他 他应该只爱我一个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天真特可笑 可是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其实发生这件事以后 这段时间我特别想问你一句话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做 你却不是为了你 你 是哪里